今天要來介紹我的房間 還有一些電腦配備 首先就是 這三台螢幕 都是32吋然後2K的 然後更新率都是144Hz 然後現在 我後面有裝了這個燈 為了這個效果 然後這邊上面我放的是一些 舊的耳機然後 桌上我擺了三把鍵盤 然後我主力是 用這個60%的 然後這是雷蛇的滑鼠 名字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這個是也是最近買的 這是K7M 然後這兩把都是紅軸 然後這把是比較舊的 是雷蛇的黑寡婦 這把是綠軸 聲音比較吵 然後這個是 雷蛇的麥克風 然後這裡我也放了一個 Xbox的手把 然後這是 比賽的時候 的攝影機 對然後這裡有一台 以前 霸送的平板 是沒什麼在用 然後呢 然後 桌子底下 桌子底下 我也是裝了燈條 然後上面這邊裝了一圈 然後這個燈條都是 聲控的 也可以用軟體去控制 像是 我只要對手機 將它 關或開 就可以直接控制 然後接下來 是主機 主機我是放在最底下的 然後 裝了蠻多風扇 有點吵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展示櫃 這個地方我一樣是 裝了以前的燈條 然後 獎牌 獎盃 好這一次 台灣大賽的 還有玩13的 跟一些以前的錦標賽 獎盃 都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 我的 一些備用的方塊 不要用的方塊都放在這邊 然後一些 魔方的盒子啊 魔慾的 幹的 然後 這裡我放了一些 沒有用到的東西 然後後面也是 放了一盞燈 然後接下來上面是 我兩把 一樣是沒有用的鍵盤 就放在這邊展示 雷蛇的滑鼠 然後這把鍵盤 我不知道叫什麼 這邊送 然後這個是 ROG的滑鼠 然後這邊就是放 我平常 就是一些 用不到的盒子 全部擺在這邊 然後呢 然後 這邊 櫃子 抽屜 放 平常用的 主力方塊 全部都放在這邊 然後 一些油啊 機子器啊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剪刀 螺絲錫子 然後我會把一些線材放在 這邊 然後攝影機的配備 然後攝影機的配備 的一些 周邊 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目前我在用的耳機 這是 螺絲的 螺絲的 G533 無線 然後這一個呢 這個是 我備用的手機 然後 我是拿來當作 視訊鏡頭 然後這邊就擺個腳架 就 順便這樣 方便 然後接下來是 喇叭 喇叭的部分 我是直接放成橫的 放在這兩邊 然後接下來是 底下的那個 重低音 放在底下 對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是我玩 賽車的 配備 這是 G923 然後還有 排檔桿 跟這個是 賽車的 這個座椅啊 就是平常玩地平線的時候 或是玩AC的時候會 會用這個 然後 接下來是 這邊 這是我之前買的 熱膏的 熱膏的 的一個 乏力 然後接下來是 這個是一個 星空投影燈 現在因為有開燈的關係 所以效果 比較不 比較不明顯 對 那差不多就是這樣 主要就是這樣 平常就是 用這三個螢幕 然後 玩方塊啊 玩遊戲就 蠻實用 對 好 差不多這樣 我們 來 看看 我們 來 我們 感谢观看